这次央行真的没surprise 符合市场预期 13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但打房倒是有备而来 面对房市太过火热 央行大动作调升 台币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 从7月1号起实施 更祭出第六波信用管制措施 针对六都加新竹县市 第二户房贷陈述 从7成降到6成 6月14号起实施 而不动产业者表示 立即上路杀伤力极强 以3000万元的房子来说 贷款陈述再紧缩 等于换屋组要短时间内 多升出300万元缴屋款 泰家开发董事长吕金发则表示 卖气一定立刻重挫 整体的市场上面 或许也不无说 暂时会有一些停看厅的状况 也就是说不管是建商 他在推案上面 是不是要看一下政府的风向球 就连香林建设集团董事长赖正义 也直言建筑成本高涨 建商利润大减 希望政府别再打压 这是央行深准不升息 也让有购置第二屋计划的民众脸绿了 因为自备款上 恐怕就要多准备 房市是否真会因此油热转冷 各界关注 TVBS新闻 新闻向刘轩 SNG小组 小毛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